杨过和黄荣的秘密 郭福不敢讲 害得郭湘情迷杨过 终身未嫁 在后续之作《倚天屠龙记》里 我们知道杨过 小龙鱼走下华山之后不知所踪 惹得郭湘足足追寻了24年之久 即便郭湘听闻了 襄阳城被忽必烈踏平的噩耗 他也知道了郭靖黄荣为郭娟去 战死沙场 但郭湘依旧没有迷途之反 仍欠而不舍地追寻 神雕大侠的踪影 直到郭湘40岁的那一年 他忽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 或许是为了彻底忘记杨过 郭湘走上峨眉 落发为泥 同而开创了峨眉一脉 看到这里 是不是替郭湘孤独终老的一生所感叹 的确 郭湘聪明又漂亮 以他的魅力 绝对能找一个如意郎君共度余生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一天的开篇 昏轮三圣和足道 以及情斗初开的张军宝 都被郭湘的风采所迷 然而郭湘却把所有的感情给了杨过 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 这才落得一个截然一身的可悲结局 其实 结合神雕侠侣的剧情来看 杨过和黄荣之间有一个秘密 若郭福肯讲给郭湘听 郭湘早就放弃了杨过 在神雕侠侣的开篇 黄荣就表现了对少年杨过的厌恶之情 那时郭靖机缘巧合之下 在嘉欣偶遇了杨过 出于故人之情 郭靖当即就将杨过带到了桃花岛 可就当郭靖要将一身所学传给杨过之时 黄荣这里却率先抢了杨过做徒弟 那里又瞒着郭靖不教杨过一招办事 待郭靖提出要将郭福嫁给杨过 黄荣又以郭福年纪还小为由 旅次拒绝了郭靖 读者们都看得出来 即便杨过之父杨康死了多年 但黄荣仍是耿耿于怀 他眼见杨过的神情向极了杨康 这才不断针对杨过 杨过最终在黄荣以及武士兄弟的排挤下 被郭靖逐出了桃花岛 前往中南山拜师学艺 哪知权真教的赵志靖人面寿星 将杨过虐得体无完肤 幸好杨过逃出了权真教 进而拜了古墓派的小龙女为师 没出几年 杨过依仗天赋和努力 练成了一身高深武学 在大圣观英雄会上 能及百家之长的杨过 先后击败了霍都和达尔巴 他又凭借聪明才智 弃走了金轮法王 惹得群雄嘖嘖称奇 加之此时的杨过年仅二十岁 却又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于是郭靖当着群雄之面 再次提亲之时 黄荣也无话可说 然而让黄荣大吃一惊的是 杨过狂傲不羁 不仅当众拒绝了郭靖的提亲 还大声喊出了 只爱小龙女一人 杨过此言一出 群雄哗然 有人惊愕 有人惋惜 也有人鄙夷 随着杨过带着小龙女愤然离去 郭福和杨过的这门亲事 也就鸡飞蛋打 由于英雄会上 人头攒动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江湖 当然 十六年之后 郭湘却对这件事 闻所未闻 只因郭福对此事之字不提 郭福为何不愿将此事 讲给郭湘听 答案很简单 郭福自小被黄荣捧在手心 她又是郭靖郭大侠之女 还是东邪黄药师的外孙女 可谓是出身于武林世家的 金之玉业 加上黄荣对郭福事事纵容 郭福早就养成了一副 趾高气昂 不可一世的性格脾气 因此对于郭福来说 他在群雄面前被杨过拒婚 无疑是一个奇耻大辱 郭福又怎会把这件糗事 说给郭湘听 反观黄荣 他心思缜密 聪慧机敏 更不可能丑事重提 将杨过当众拒婚之事 挂在嘴边 如果郭福能将十六年前的往事 尽数说给郭湘听 郭湘就不会如此迷恋杨过了 原来郭湘冰雪聪明 他一笑通百笑 若听闻了神雕大侠的往事 就会知道 杨过当年差点成了自己的姐夫 也差点成了母亲黄荣的女婿 如此一来 就算杨过再怎么武功卓绝 再怎么封神俊朗 郭湘心中的芥蒂一声 又怎会跟着杨过外出 继而有了三天 三叶未归的惊人举动 综上黄荣和杨过的秘密 郭福一直不敢讲 他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 哪知却间接害惨了自己的妹子 让秀美豪迈的郭湘 落得一个顿入空门的悲惨结局 着实让人唏嘘不已